量仔 学会这七个台球小技巧 再也不用付台费 技巧一 双贴裤球 白球和目标球同时贴裤 新手由于出杆不止 很难打进 此时只需要将杆头移动到裤边方向的点位 加点赛就能将球打进 技巧二 自由球打贴裤球 直接放在后面 容易失误 可以放在目标球后留一毫米左右的距离 然后往75度击打 可以轻松打进 技巧三 小角度贴裤球 手架太远 容易失误 可以将手架往前移 限制后手发力部位 只用小臂发力 这样会更稳 技巧四 短距离贴裤球 很多量仔还是分不清贴裤球怎么加赛 可以参考以下方法 带口在你第一视角左边就加左赛 带口在你第一视角右边就加右赛 技巧五 直角贴裤球 遇到直角贴裤球时 先用中杆垂直描向裤边 保持手架不动 带口在右侧就将杆头向右转动 带口在左侧就将杆头向左转动 但是视线还是要停留在中杆的瞄准点上 技巧六 可以贴裤球 一局球中当有贴裤球位于裤边中间靠中带位置时 如果旁边有球能进底带 应该要尽快将白球调整到适合角度 用中低杆打进这个球的同时将贴裤球可以离裤边 这就是你与高手的思路差别 技巧七 贴裤手架 平手架拉远一些 搭在裤边边沿上 稍稍抬高一点后掌 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贴裤使用 下课 没错